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Memory回憶工作室 我是Eric 南希 我們今天介紹女神厭良王家版 因為官方認可 你不要聽錯 是官方認可的一個外掛 你是喜歡怎樣用這個外掛都可以 沒有問題 絕對不成問題 是官方不會封鎖你的遊戲帳號 只不過我們先戴頭盔 你用這個外掛是真的會破壞到遊戲平衡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我們是說得明白的 但事不宜遲我們不說那麼多 我們就直接介紹這個外掛到底是什麼 其實用這個外掛是相當簡單的 你只需要回到平時開遊戲的畫面 一按下鍵 之後你按回到PlayStation Store 你就可以進來用這個外掛 但你看到這裡應該知道 這個遊戲的外掛是需要買的 因為始終是官方認證 你又要不被封鎖遊戲 是絕對要買 絕對要付錢的 但為什麼我會叫它外掛呢 因為它的DLC能力 是強到金盤系和外掛是沒有分別的 我稍後先來解釋為什麼 你記住 入到這裡 你要買的是伊邪那奇大神 你不要買錯 你一定要買這個 如果不是買錯了另一個 是沒有用的 你買對了這個 就可以進去裡面拿的 你進來之後 要拿這個外掛 相當簡單 你只要進去 伊格爾的房間 和KING的那裡 然後你按這個 籌犯名刷 再按確認名刷 那你就會看到你新的 那兩個外掛 就會在這裡 你一開始拿的時候 看到現在要錢 其實一開始拿的時候 是不用錢的 因為你買了 你直接按下去 它就已經拿到了 那我們就進到這個戰鬥畫面 來試給大家看看 這隻外掛到底有多厲害 我們在用的人格面具 就是這隻 沒錯 是這隻 那你會看到它的 有多厲害了 已經看到它 你看到它 無論是物槍 火 兵 電 風 連 痕 全部 它是擋了 是有耐性的 基本上人家打你 是不痛的 而且你看到你拿的時候 它已經本身是80多厲害了 數值是爆了 是超級厲害 它還有什麼這麼厲害呢 就是這招技能 這招技能 又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你看到它是對所有敵人 造成3次 萬能屬性的大量傷害 那 基本上你打什麼呢 因為你打得入了 還要是3次 是大量 所以是超屈肌 但是你看到 哇 要用成40SP 那一陣子我下一場就沒有SP 那你也不需要擔心 因為它有些自動的Buff 是它自動的技能 自動的Buff 是可以在戰鬥贏了之後 就算你被人扣血了很多 還是你用了很多SP 那你也是可以馬上回復你的HP 和SP 是超級厲害的 所以堪稱外掛 然後 你還有這件事 平時你很怕被人會暈 或者加一些Buff 在你那裡 就是負面Buff 你還有火焰 冰凍 疾風 電擊 祝福 助奏 核熱 臉動 全部 這些Buff 你迴避率 都是會自動上升 還要是被動的 你不需要開的 是本身已經有 還有它本身的SP來講 它是已經夠你用兩次 這招技能 那基本上你這樣一翼轟下去的話 你基本上對面死光了 除非再轟不死 再補多刀 示範給你看 首先你這樣一翼一轟 你看到他的Buff在甲被發動了 那你 基本上是什麼都無力壓力淺過 你打BOSS 就算打BOSS 你一秒不到也好 你還是很容易打 看過它這麼厲害的試用之後 大家也會好奇 為什麼這隻會這麼厲害 有堪稱外掛能力 這隻本身的名字 其實就叫做伊邪娜奇 它是P4主角最初用的一個人格面具 而它在最終戰之後 它就會轉身了 做伊邪娜奇大神 但如果你P4要用它 其實都不容易 你首先要打爆第一次的True Ending 然後再在二周目的時候 用成12隻 沒有出現錯 是12隻人格面具 才可以合它出來 而且平時每隻人格面具 都會有一個所屬的秘儀 你當是塔羅牌的東西 但是在P4和P5R裡面 只有伊邪娜奇大神的秘儀 是世界 所以它是相當之稀有 也都是相當之難堪出來 所以它有這個能力 其實是不出奇 也都是超級極 超級屈肌 那麼它到底是適合什麼人去用呢 其實適合我們一些 我自己來說 我自己也是玩一個P5人 會覺得 嘩又要再玩多一次 打鬥畫面 我們有沒有可以繼承 因為你沒有可以繼承 一圈的回合仔 直接跳回合仔 很快 你就可以坦到第三學期 看P5劇情 完整地看完這遊戲 這條影片就到最後了 大家要記得 要LIKE我們Facebook 追蹤我們Instagram 再去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我們有出新影片 或者直播之類 大家第一時間知道 這條路龍場 就到今天 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